玩紫檀海黄必须要看的一本书 昨天录视频的时候 背景露了一下这本书 很多朋友都在问 今儿给大家推荐一下这本书 周末老师06年出版的一本书叫做《木剑》 很多朋友说玩收藏的话 看书都是纸上谈兵 但这本书大家还是必须要仔细读一下 虽然说是06年出版的 到现在也过了17年的时间 书上很多数据类的东西可能都不准确了 比方说木质的旗杆密度描述这些 但是这本书上插图特别好 插图非常全面 这些图片可以清晰的让大家了解到 06年以前紫檀海黄月黄这些长什么样子 不是像现在直播间里那种 都是黑亮黑亮的感觉 而且周末老师作为学者 他是一个很客观的角度 去描述木质的表现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现在市面上可以看到各种介绍 紫檀 黄花梨 陈香 檀香的书籍 但大部分的作者都已经被市场影响到了 所以说他在描述的准确性上就差了很多 这本书就基本上列举了市面上常见到的几种木质 紫檀 黄花梨 红木 就是大黄酸枝 花梨木 鸡翅木 鱼木 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木质 尤其是对紫檀 黄花梨这些描述非常具体 而且插图很准确 咱们看几张插图 然后紫檀 金星的表现 它的各种切面 像这个是横切面的表现 像这些是弦切面的表现 图片都非常清晰 这本书最好的还是 它关于海黄的描述 它有很多海黄的图我觉得非常好 包括它对新料的描述 像这种 06年之前也有新料 树灵营在40到60年 这是当时的新料 它料子这是一块防柱料 防凉料 然后它纹理的表现 包括像各种水波纹 这种就是火山口的料子 再有像这些鬼脸的描述 还有像这个是民国时候老海黄的养花皮克 应该是什么样的颜色表现 非常全面 包括后边对于月黄的描述 像这些都是越南黄花里常见到的纹理表现 虽然说17年前的书 但是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 OK 接下来跟大家聊到这 关注我 了解更多文化收藏知识 慕一沈香 拜拜